黎巴嫩南部边境南线是联合国为黎巴嫩和以色列划定的临时停火线 这片区域因战争遗留下上千个雷场,数十万枚地雷,被当地民众视为死亡地带 2018年,沙马士革曾作为中国第17批复离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的一员 前往这里执行扫雷任务 2022年8月,沙马士革担任扫雷组长再次踏上了前往黎巴嫩边境蓝线雷场的征途 再一次踏入这片危机四伏的雷场,沙马士革多了一份从容与正经 目前,他们的任务是清排雷带,销毁地雷和卫报物 一路上,组长沙马士革不断强调着扫雷流程与注意事项 我们现在所清排的这块区域,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主要是因为雷场的坡度比较陡,年代比较久 并且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使很多地雷发生的位移 给我们的清排作业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一次扫雷作业中,光兵们发现作业图上三个标注雷区的点位都没有发现地雷 这意味着遗失地雷的出现,也意味着风险的加大 沙马士革和组员重新调整清排计划 穿着厚重的作业服,小心翼翼地展开作业 这个时候不仅考验我们的扫雷技术,更考验中国军人的责任和担当 我也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 一点一点地往下挖,一直挖到碳雷器发出微弱的报警声 在沙马士革的不懈坚持下,第二枚和第三枚遗失地雷也相继被发现 并得到妥善处置 作为扫雷组组长,沙马士革除了完成雷场的清排任务 还要保证每一名官兵的生命安全 部队第一天扫雷,便两次遇到雷下有雷,雷带外有雷的情况 这样复杂的情况,沙马士革也是第一次预见 他让组员退出作业通道,自己上前排除险情 从来到黎巴嫩到现在,沙马士革以带领官兵销毁地雷等未报物170余枚 清排雷场面积550余平方米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沙马士革将带领战友清排雷场分为区域 并前往下一块雷场继续执行扫雷任务 军女生涯,如果没有一段冲锋限制的岁月,是缺少些许韵味的 作为一名扫雷老兵,虽然过了青春的年纪 但奋斗的激情没有衰减 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创造更大的价值 完成好扫雷任务,排除雷幻 确保每一寸土地都安全 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 他�도此为 하루生煮很多 unkir 诶 立心